瞄准发射 剑无虚发第一届全国原住民族传统射箭赛南区场次 6号在屏东县来一高中操场盛大举办 吸引来自云林 嘉义 花莲 台东等八个县市 共86个队伍参加 不少青少年队伍也来参与 就很紧张 因为疫情关系嘛 太久没有出来比赛了 没有太久没有出来比赛了 然后就这次就来比就很紧张 我从国小就开始练了 四五年级吧 然后到现在 年轻 青少年的比赛很少嘛 那这次有这个比赛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开心啊 很兴奋 我希望下一次也有 就是更多比赛 台湾原住民族传统射箭 静异文化运动协会 为发扬射箭记忆 培育杰出人才 进而传承各族群射箭文化等相关知识 邀请列委吴立华办公室协助举办赛事 无论部落及外地族人 都希望持续推动这项传统技艺 我们都是平常都利用我们家里面的空地 或者快速公路的桥下射箭 列行趁他们课于或者休闲的时候 假日来训练他们 我们会寻找各乡镇 需要我们想要学习那种传统射箭文化的 可以记得可以找我们的学会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裁判教练 我们以后会把一些我们的教练 跟学校一起结合 来促成我们明年的第一届的 全国青少年的锦标赛 理事长也表示 目前全国传统射箭运动人口攀升 期待透过比赛 让各族群交流彼此射箭文化 同时发掘有潜力的射箭运动人才 原新闻八浪评论来意讲不到